大家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下午的时候 这个 饲料大棚里边和外面大概有多大的温差 我放进去的时候是2点半 现在3点半过了一个小时 放进去的时候 那个温度计在外面是24度 现在可能稍微凉快一些 可能22度的样子 但是今年这个天气也是很反常 我把这外套也脱了 然后外面是22度左右的样子 然后我们看一下里边 现在会是多少度 好热呀 明显热多少 36度 36度 然后他说是这个是温度计最高 是能 测到37度 里边太闷了 又闷又热 又闷又热 不行我得出去了 太热了 湿度也很大 湿度也很大 温度也很大 我的天哪 太难受了 所以的话 22度 里边36度 36-22 14度的温差 所以的话 如果夏天的话 估计温度还会更高一些 夏天的时候我就把这个两边门给摘开 这样就会好得多 所以的话 因为我一打开这能感觉里边这热气 就从这突突突 我这离得这么远都感到真的热气就喷过来了 所以呢 这个如果是全封闭式的这种 这种这种 嗯 嗯 这个 大蓬的火 是 保温效果是 特别好的 但是就三十几度这温度 我怕我里边这些东西都给热死了 这是我的那个天堂鸟 这些叶子怎么都卷卷起来了 先放一放吧 这香蕉看起来没事 然后其他的一些 这个里边昨天浇的水 然后没流 倒掉了 然后这是多肉 我的天哪 太热了 我得留一点 把里边的一个 烧掉了 温度太高的话 有些可能会就 菜啊或者什么的就 会死掉了 好 这就是下午的时候 大概是这么一个温场 下次再见